他們說商業上有些合作不愉快 合作不到 所以就會這樣 這不是我們的責任 你們幾間的MY Studio 老闆怎樣吵架都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是真金白銀購買的 大概虧了一萬四元左右 根本白紙黑自寫明是他們的MY Studio負責 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把球拋來拋去 而不是他們應該負責任 由8月31日拖到12月 我還未收到我的錢 那裏是33000元 AK甜品店雪月花推出了三款新春賀年甜品 就等我們幫大家率先試吃 第一款整個炮掌造型感 充滿節日氣氛 是一個玄米茶cream 脆膨膨的 是一支爆炸糖 還有這個福袋 裡面除了有朱古力蛋糕 還有吉士醬和白肉 適合喜歡煙煙韌韌的你 加上這個新春曲奇 多些人可以一起開心分享 新年又怎樣少得 寓意團團圓圓的湯圓呢 紫薯餡不是加太多糖 就不會太甜 加上糖水食我就覺得剛剛好 只要是我們的會員 無論是花生有或自己有 都可以參加遊戲 贏取年糕套裝 名額只有3個 快點去Channel C網頁Facebook 或IG看詳情吧 FITLAB和MY Studio這兩間GYM 近日捲入客店移雲 不單止討論區有說 更加有人開了副主局 我們都收到不少市民求助 一切就要回到7月尾 8月初時 FITLAB香港因為經營出現困難 由8月1日起 總共4間健身中心將會全線建業 MY Studio香港將會接替營運及管理 份聲明還說 MY Studio會盡量維持大部分FITLAB的課堂安排 和會籍服務 承諾不會影響大部分會員的權益 本來順利過渡是沒有事發生的 怎知去到上個月中 MY Studio總公司 Wellmine和FITLAB 突然分別發出一篇聲明 MY Studio總公司 Wellmine Limited 現在決定即時終止 和FITLAB之間的特許經營權關係 MY Studio即日起 只有大角咀 和唯一認可特許經營的牛頭角分店 由於本公司部分投資者意見不合 未能達成公式 由即日起 所有分店將會暫時停止營業 直到靈行通知 會員剩下堂數問題 本公司積極尋求新的地方重新營業 FITLAB聲明沒有交代 如何處理買了服務的學生 只有兩個電話 他們即時成為主公司 店舖中完全沒有殺人 以及燈光都關掉 我覺得很惡然 由頭到尾都沒有人聯絡過 我們說他們分店經營不好 會有結業的問題 亦都沒有人主動聯絡 我們以後會將合約如何處理 怎樣會即日停止特許經營 然後突然間撿了一顆 我的電話就沒有了 我剩下大概是23堂 大概是虧了14000元左右 Facebook也出現了一個苦主group 成員還接近300人 受影響的不單是買了groupcast的人 還有買了健身教練 俗稱PT Package的人 到了12月16日 NY Studio再出一份聲明 說受影響的客人 可以去大角咀或牛頭角 用剩下的groupcast的堂 不過 有一個苦主說 星期六的時候 他去過牛頭角那邊的分店運 當時那個職員就回答他 其實他們NY Studio那邊的公司 其實是沒有任何FeedLab的客人的資料 所以就算我們說 我們是FeedLab的客人 我現在可否上來你們分店那邊做運動 其實都是不可以的 也都沒有人回答我們 譬如我今一個星期內 一定會將所有交換快過去 你們一個星期後可以去玩 也都沒有人這樣公開承諾過這件事 而對女小姐來說 就算可以轉會 她也不想 因為當初簽約時 上堂地點都是其中一個考量 我只知道我給了錢買你們的健身服務 而我的服務提供 我需要在觀塘國基中心這邊的分店做 你現在就說 硬要我去大角咀 去牛頭角的分店 根本就不合理 因為我合約寫明 我在觀塘這邊做運動 為何你要硬要我去大角咀 趕我去牛頭角那邊做 我覺得不合理 我就最希望 他們有些負責人可以走出來 就是除了給你們轉會之外 還會有其他解決方法 譬如可以現在終止我們所有的健身服務 由現在開始 跟合約後退錢給我們 或者看看有沒有其他解決方法 女小姐都叫做可以轉地方 但陳小姐買了PT Package 簡直凍過水 我一直在荔枝角做健身 學著做健身 然後她說 不關我們事 荔枝角和我們是特許經驗 你應該找回那個負責人 還有我們這裏 就是土瓜灣這裏 是不會有健身器材的 就算過到來都沒事 做不到健身的 然後她就發了一個聲明 就說買群組合的可以轉會 我買PT 我買群組合的 那我轉去哪裏 我可以怎樣 她說PT是the next step 對她善後的處理手法非常不滿 是不是你們處理了所有東西 沒有了錢 就告訴我們 沒有了 你們不能賠了 是這樣的了 那我可以怎樣 我覺得是非常不負責任 那我的肚子 我猜14000元 我希望可以退回錢 另一個苦主張小姐 都是因為地點不對 向MYStudio申請退款 當時仍在七天冷靜期內 我在退款的過程 我跟那個分店經理說 其實都說得很清楚 是因為我有新的工作轉變 原來她都記錄得很清楚 在當時退款的時候 她都說OK 沒有問題 我問她 其實這個退款的過程 大概多久會完成呢 她就回答我 大概要六至八個月才能完成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就再去問過我的銀行 然後再上網查 其實正常的過程 是六至八星期內 就已經完成了 我再問她的時候 她才跟我說 是我聽錯 其實她是想說六至八星期的 之後我就覺得她很奇怪的時候 就希望可以得到一張 Hot Copy的副本 按一個中止合約的那張照片 而她們都沒有給我 最後我是要用電話 自己去拍下那張照片 做一張錄 她從8月31日拖到現在 去到12月 我還未收到我的錢 那裡其實是33000元 其實以我所知 其實除了我之外 其實有一大部份的人 在那段期間的退款 其實都沒有人收得回 政府其實一早制定美容 和健身服務 是有七天的冷靜期 即是說 買了服務之後的七天內 消費者可以無需解釋下 取消合約和要求退款 但是到現在 已經四個月又多了 我收到她們的回覆 就是說 PT和NY Studio那邊 她們兩個有九分 所以令到我沒有辦法 收到這個退款 才要令到她們 她們要搞清楚 到底現在的九分 去成怎樣 才可以做到退款給我 而她之後 我就回覆回消委會 消委會其實都有說明 你們無論是PT和NY Studio 那邊的九分 其實是不應該影響到消費者的 根本就白紙黑字寫到明 是他們NY Studio負責的 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把球拋來拋去 而不是他們應該負責任 事實上 這件事的苦主不單是客人 有FITLAB的員工投訴 在NY Studio接手後就被拖倫 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公司就說賣了給一間叫NY Studio的公司 她這間公司就開始 沒有一個月準時出糧 那九公司FITLAB的話 她每個月固定 其實五號左右就會出糧 新公司NY Studio 由七月開始 至我離職至今 其實都沒有準時出糧 大約是百萬多元 她這樣建業法 其實我自己覺得她是有部署的 因為她一直以來都很多藉口拖糧 據我所知 其實瑜伽導師 連清潔姐姐 甚至連兼職的同事 接受同事 她都是諸多藉口 辭出糧 又是一樣的理由 又是說她們的戶口過不了數 所以我覺得這間公司很古怪 我不知道她們營運方面有問題 還是她們本身的人品方面有問題 已經失去健身的行業 梁小姐說 NY Studio的經理Michael亮 曾經逐個找她們聊天 以為是談出糧的事 怎知道 都可以不出 你可以這樣說 又不是我不可以不出 那是不可以不出的 是犯法的 不 衰得這麼說 你有沒有聽過一間公司 拖糧 然後特意拖糧 拖到自己被人拘捕 不會的 我在拘捕給我拘捕之前 我出回就行了 但是失法的那個是誰 你來而已 你不准時出糧 你可能要交租交生交離交亂 誰失法 你來 所以我只會納入你是我遲早要換走你的人 我聽到這些人更生氣 為何在香港這個地方中會有這麼不公平的事發生 所以我一定會追究到底 是因為他們實在太不知廉恥了 現在好像我要求他 但是不負責任 拖糧的是他 最後梁小姐決定入品勞資審財署去追糧 有受訪者還爆 FeedLab在麗芝各間分店 原來一早已經欠造 D2Place那邊 就派了一個管理員長期坐在FeedLab門口 然後就等負責任出現 可以跟他談 擔心他們隨時會離開 所以店舖隨時收不到租 而在上個月23日 NY Studio總公司Wellmine又再發出多一次聲明 重申 NY Studio是一個brand而不是公司 只是Wellmine RS Fitness和FeedLab三間公司 以特許經營的方式 營運NY Studio 強調三間公司是沒有任何財政關係 叫受影響的員工和會員 直接找FeedLab處理 就著以上的問題 我們就著聲明上面的電話查詢 不過要不就停止使用 不好意思 你打的電話號碼已經停止使用 多謝你的電話 要不就沒有人聽 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點再打過 我們再打去NY Studio 土瓜環總店查詢 之前有些人在FeedLab那邊 說可以轉來你們那裡 是否可以成功轉過來 可以轉的 但因為有人說 來到你們想做的時候 說收不到他們的資料 可能因為 一來我們本身是兩間公司 以及系統都分開了 所以如果他們來的時候 可能他們要再更新我們一次的資料 我們因為那邊只給了一個List 我們大概他們還記得堂 到期日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詳細資料 可能我們會幫他們約了上課 先他過來上課那天 我們再幫他更新我的帳戶 但是多不多 就是FeedLab之前的那些過了 你們在這裏都不做 暫時處理了 我想應該 百多個 想退錢 你們是不是沒有這個option 因為你說退錢那方面 都是要等FeedLab那邊負責人 再通知我們 因為始終都是他們那邊的 因為我們這邊不會負責任何退款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邊不會負責任何退款的問題 如果有一些賣了PT那些 那他們應該怎樣 這個FeedLab那邊負責人 投票怎樣處理 以及搞清楚過度安排 消費會強調 對於消費者買了服務 未能夠如期兌換 商戶是有責任 與顧客溝通清楚 提供可行的方案 亦都要確保 在未得到顧客同意之前 不可以將個人資料 交給另一間健身中心 保障私隱 至於有一個顧客 向MYStudio申請退款 提供的兩張照 由於文件沒有顯示 7日冷靜期的相關條款 他們難以評論 消費會提醒消費者 買任何預繳產品之前 要考慮實際需要 留意退款退貨的條款 簽合約時 都要求詳細列明服務內容 不要盡信商戶的口頭承諾 海關就說收到相關舉報 而現在跟進 如果發現違反條例會執法 而FeedLab拖欠員工薪金件事 勞工處就說他們已經知道 呼籲受影響的員工 盡快聯絡他們 勞工處會提供適當的協助 又說如果發現 涉嫌違反僱傭條例的情況 勞工處會刑事調查 夠證據就會考慮檢控 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 記得Like和Share 給更多人知道 記得訂閱我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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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